这支影片我要来评比台湾的牛肉面 台湾的牛肉面呢 算是我少数觉得 可以吃的台湾美食 讲这种话 觉得很不甘心 上一次拍面的评比 然后机器后面的男人 买了超级难吃的牛肉面 所以我就会觉得 一定要帮牛肉面平反一下 然后听说上一次 面的评比被骂得很惨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多 如果还没有看的人呢 可以继续去骂 然后听说有很多观众叽叽歪歪说 一定要先从清淡的开始吃到重口味 那我今天呢 就先从麻辣味开始吃到清淡 气死那些观众 凭什么嘴嘴点点我啊 这个是 清炖牛肉面 真的很清欸 感觉没什么调味 嗯 因为台湾什么清炖啊 清汤啊 根本就是摆开水然后加热 有一种不想的预感 先喝汤好了 这才对嘛 浓浓的牛肉的汤味呢 这才是秤子的清汤 清汤不是代表它要没味道哦 清汤可以有味道 我觉得很多台湾的店街已经搞不懂这个意思了 这个汤虽然它是清的 可是它是有味道的 虽然它不是重口味 可是它吃下去 它至少知道它是牛肉 你看吧 这一堆台湾人在那边 我说清汤就是没什么味道啊 很正常啊 去死好吗 这边那么多借口 这个完全出乎一列的 超级好吃 我的妈呀 因为本来这种面体 我很讨厌哦 很多次吃这种面 它会很硬 然后它又不入味 这个面呢 虽然它还是保留那个面的口感 可是吃下去它是 嫩的 然后这个汤跟这个肉 虽然它是清的 可是 它是好吃的 这个 这个好吃 怎么办 我已经是吃重口味的人哦 它的亲事可以让我喜欢 这个很难得耶 去台湾的 清炖牛肉面 都是这个味道吗 可是今天你特别去买好吃的那一家 我们就大眼淡小眼啦 不用继续拍啊 蛤 我怎么知道你吃什么味道 哈哈哈 可以 你都不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好吃 这个过关 接下来是 番茄牛肉面 其实我看到很多店都卖番茄牛肉面 我都没有进去 想要进去吃 就觉得 番茄 弄成汤 感觉很安心 没有那个冲动 进去尝尝看 都感觉台湾人很爱吃番茄 不知道怎么了 先喝汤好了 我想象中的还可以接受呢 很像意大利面 番茄酱的那种 可是 接了很多汤水 不难吃哦 可以接受 感觉番茄跟牛肉 没有一起来 它这一碗 它有两种牛肉 薄片的 跟厚厚的片 薄片呢 甚至没有牛肉的味道了 因为被番茄盖过 厚厚的牛肉呢 它是完全分开来 没有一起来的感觉 感觉拿了还不错吃的两个东西 放在一起 可是 它两个东西不搭 但也没有到不好吃的境界了 因为本来想说番茄 放下去应该会有一点恶心 因为番茄是软软烂烂的 可是还好 可以接受 这个是 红烧 半斤半肉 这个是我最常吃的了 因为好像很普遍 对不对 而且半斤半牛呢 你进进的好 好吃哦 哦 烧饭鬼的啦 这很不公平呢 就是熟悉的红烧牛肉面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泰国人 真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它里面的汤头呢 有牛肉的香 因为我刚刚喝了很多汤 会不会痛风啊 哈哈哈哈 错了 已经不了太探讨这个话题了 反正呢 我就是 痛风叫做 哈哈哈哈 排完料理牛筋的方法 真的很强 应该是世界第一名 这个很好吃 我也试语摆一个牛筋 你知道吗 接下来这个是 酸白菜牛肉面 这是很普遍的吗 牛肉面有做酸白菜汤底的吗 偶尔 哈哈哈 又给我乱买了吼 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有贩卖代表醉油 哈哈哈 这就是零亚历史吼 很会顶嘴吼 好吃哦 哈哈哈 汤真的很不行 酸菜又不酸 然后牛肉的味道又没有 没有 搭 完全不搭 我不是不喜欢吃酸菜哟 那种酸菜火锅 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喜欢吃 拿来当牛肉面的话 真的不行 草耗的牛肉面被酸菜糟蹋了 还是这一次你买的问题 是添加的问题 哈哈哈 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哈哈哈 哪种 川味牛肉面 川味是什么味道 有点点辣 哈哈哈哈 那这个呢 辣椒 我是在为难我 哈哈哈哈 没有我就问了 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辣味半斤半肉面 那这个呢 川味牛肉面 那川味是什么味道 有点辣辣的味道 那这个呢 它是 它是辣味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两个有什么欲比 哈哈哈哈 你吃就知道 哈哈哈哈 哇 现在这样子回应我吼 川味所以就是 川菜味道的牛肉面 应该是有川菜调味的 牛肉面 到了吼 刚刚一直在找嘛 刚刚一直在滑手机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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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失望呢 因为你不是说它会辣吗 所以我就以它会辣的标准 去吃它 结果呢 它的香味是辣的 可是它的味道 完全不辣 它不是难吃哦 它是有味道 我是喜欢 然后如果不跟我说 它是辣的 我就会觉得过关 一旦说它是辣的 可是一点都不辣 但是骗人啊 那你有吃到川味吗 川味是什么味道 你不知道川味 那川味是什么味道啊 先讲出来嘛 然后我再跟你说 到底有没有一样 下面有点 哈哈哈哈 所以你不知道川味是什么味道 那你觉得川味是什么味道 川味要辣啊 肤浅 你最有酸度了啦 你最深了 这个是 纯椒半斤半肉面 所以它也是辣的 对 它有加一种辣椒 虽然一点都不辣 可是好好吃哦 我的天哪 它的汤头是很浓诶 浓浓的 材料的味道跟牛肉 非常好吃 要有牛筋 牛筋是我的最爱 我可以嫁给牛筋 哈哈哈哈 这个辣呢 吃完下去之后 它的辣会停留在舌头这边 这好特别哦 虽然喝的当下 完全感受不到它的辣 等了大概一分钟 它的辣就会出现在舌头这边 我喜欢 这个是 麻辣牛肉面 就是过关的麻辣汤 可是要看看麻辣汤 弄成麻辣牛肉面 会不会好吃 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大哦 好好吃哦 我很喜欢 它鸭血怎么样 好吃 哈哈哈哈 没有别的零容汁了 对啦 没有很麻 没有很辣 台湾人很习惯的那种 变别人的麻辣味的口感 可是 它至少是有味道 但对我来说 可能在麻辣的 五倍 就会觉得 哇 吃得好爽 这样 因为吃麻辣的东西呢 感觉要去奋斗 而且要跟麻辣汤 吃 好辣那种感觉 可是这个 就少了那种要奋斗的心态跟感觉 来总结吧 我很喜欢的 而且出乎意料的喜欢的 清炖牛肉面 这个是完全刷我的三观 你知道吗 这种清炖的东西 我居然 觉得好吃 有点吓到了 好吃 喜欢吃 可是在意料之内 没有让我 哇 怎么这么好吃 红烧牛肉面 橙椒半斤半肉面 麻辣牛肉面 过关的东西 汤味牛肉面 菜点就不过关的东西 番茄牛肉面 完全不过关的东西 吃完菜牛肉面 完全不搭 我不喜欢 我搞不懂到底 这是怎么会有人想要卖这个东西 我最近一直叫观众 去关注我的IG 然后我也发现我的IG 数字慢慢在网上爬了 如果是开众 如果我是在这里 你们就知道观众 在嘴巴 嘻嘻嘻嘻 感染中 我做的 索烧牛肉面 我做的 肥牛肉面 我做的 我的IG 小姐 小姐 你最愛送我離開